海軍陸戰隊有四名軍事官 涉嫌盜賣國軍刺針飛彈發射筒 而桃園地檢署昨天搜索之後 向法院申請羈押 昨晚法院裁定 兩人收押 一人以新臺幣十萬元交保 一人無保請回 軍方爆出海軍陸戰隊六十六旅 重大軍品盜賣案 刺針飛彈發射筒疑似遭到外流 檢調日前破獲一處黑幫軍火庫 發現有大量新式現役軍品 透過溯源以及清查批號 確定從龜山陸戰隊六十六旅流出 一名尚未情報官 一名士官長 以及兩名中士涉有仲嫌 桃園地檢署二十三號搜索陸戰六十六旅 帶回多名軍事官偵辦 二十四號預領一人交保 並向桃園地方法院生押四人 桃園地院裁定 汪姓以及汪姓被告 涉犯五年以上重罪 而且有串證之餘 預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丘姓被告無羈押的必要 以十萬元交保 曹姓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欲知赤回 由於本件試涉國防軍購等機密 依檢察官請求 不揭示詳細羈押理由 海軍陸戰隊指揮部回應 警察確實有九八年雙連莊刺針飛彈 射擊後發射頭已沒 將配合調查釐清 嚴懲檢討設罰人員 記者黃子杰吳家報 詹屬雲沙宴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到達 到達